欢迎同学们来到CD小秒时刻谈 在今天这一讲讲述到的是动态块之双人床制作 我们可以一起看到这套图纸 这是一套家具布置图 那在这套图纸当中的这些家具 我们都是把它制作成为了一个动态块 我们在选择这个对象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就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个蓝色的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点 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个图块的形状位置 以及呢它的一个尺寸 那比如说大家看到 我现在我只需要一个床头柜 乃至说我不需要床头柜 甚至来说我想改变这个床的这个宽度 一米八两米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快速的得到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规格呢 从而它就可以缩短我们在进行这个改图的一个时间 那同时如果是说我想改变这个床 我们所在的位置 哎我要把它放到这里来 那是不是它能够自动的对齐呀 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来具体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子去实现 并且去制作的 下面要是呢 那我就直接选择上这个图形啊 通过Cnture加C复制 然后呢 直接用Cnture加V啊 粘贴过来 这里啊 是我们在设计当中 小米老师呢 跟大家所整理出来的 所需要的一个图库 如果大家你们在设计的时候 会是平面图 立面图 你们没有这些啊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图形啊 可以直接QQ上找我 这里呢是包含的我们设计当中 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一些家具 截具 还有呢 一些啊 电器 好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复制过来图形啊 它是属于这个原始的 这个动态块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去理解呢 小米老师 我直接用X啊 去进行一个分解 让它变成一个普通的图形 OK 那么接下来 要跟大家去实现的第一个功能啊 就是它的一个宽度啊 床的宽度的一个修改 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 首先大家看到 这个图形啊 它还是分成了 有两个部分的啊 一个呢是床头柜 一个呢是床身 床头柜啊 它是个独立的部分 所以说大家你们在绘制的时候 要注意了啊 你可以把它绘成是一个矩形 不要跟这个主体啊 床身有关联性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线 跟这个线有关联吗 它是没有关联的啊 它就是为了方便于我们去制作 这个呢 床头柜的 这个演示啊 这个显示和隐藏的方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将它直接输入B 来创建出啊 一个快名出来 名字啊 我就直接命名为啊 双人床 双人床 然后呢名字呢 在上面呢 我就直接加一个 比如说啊 2020 或者是说啊 我就直接刻意的打一个点啊 就是为了防止它重名 拾取点 我就直接拾取啊 这个终点的位置 选择对象 我们框选整个图形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要素了 创建快的 第一个名称 第二个拾取点 第三个啊 选择对象 好 没问题 接下来直接对它进行确定 那现在这个快就已经创建好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快啊 就是大家你们所说的 这个B 内部快 所以说很少有老师啊 跟大家去讲到这个动态快的一个指示点 像我们在试剂当中啊 看到一些老师傅啊 在这里使用 但是呢 自己呢 却不知道是怎么样子去制作的 那么接下来一定要竖起耳朵 认真听好了 接下来呢 小米老师呢 我直接双击 进入到这个快编辑器当中来 然而呢 在我们的左边 大家可以看到快编写选项板 这里面有参数和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利用这个参数和动作去实现我们这个动态快 它里面的这个操作 好 我们首先给它一个参数 我们用线性啊标注出这个床的宽度出来 这边标注完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切换到动作的这个标签啊 这里面有个拉伸 看到没有 那这个拉伸 跟大家你们所学到的S拉伸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但是它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 我们给它这个拉伸的一个动作 它们选择参数 我就选择上这个距离1 接下来它让我们直接指定要与动作关联的参数点 我们要往右边去拉伸 所以说我直接捕捉右边这个点 点下去 接下来在这里呢 它会提示到指定拉伸框架的第一个脚点 我们在拉伸图形的时候 大家注意 我们是直接呢 是从右边往左边去选的 就是以交叉的方式 这个我在系统班的课程上也有跟大家去讲到啊 所以说我们学到后面的内容的时候 不要把前面的相关的知识点忘记了 所以我直接呢 指定我们的右边的这个点 以及呢 左下角这个点选择下去 我是刻意的啊 避开了 这个呢 不规则的一些线条 就是防止啊 我们这个枕头的 这个呢 形状发生一个改变 所以我是刻意的避开它 好 他要么选择对象 我们再一次把这个蓝色的虚线里面的这个举行的部分选择进去 好 可以看到小米老师我在选择 但是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啊 特别是制作这个动态块的时候 放大一个一个的去检查 这个虚线方框里面的对象是不是全部选择进去了 像这里 这个地方 对吧 对 所以说小米老师啊 会跟大家去把这些要注意的细节点啊 跟大家提出来 这样子你们在制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选择完 选择完了啊 没有问题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按空格键 当然这个方向我们只是往 右边去拉伸 那左边呢 左边一样的 我们还是给它一个拉伸 然后选择上这个距离一 他们直接指定与动作关联参数点 那我就直接指定这个点了 好 往左边走 接下来很多人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啊 那我们要往左边去拉伸 那我们选对象的时候怎么选会比较好呢 对吧 我们在学C的时候 当然有接触过 就是TR 修剪 那么在修剪当中是不是会有个难选 那我在拉伸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一种圈交的方式 去实现选择呢 这里面一个圈交 所以这样子我们所 框选的部分 那么它才会去进行拉伸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cp啊 在命令行中 好 下面我说呢 我从下面啊 去进行选择 直接呢 指定第一点 直接指定第二个点 这里面我们可以把正交 跟对象捕捉暂且关闭掉啊 好 我们可以直接指定第三点 以及呢 这里面啊 第四个点 以及啊 第五个点 可以直接尽量的啊 去避开它 好 那我指定完之后 我可以直接按空格键 接下来把这个蓝色方框里面的这个对象 全部选择上 注意细节啊 OK 一个个的去检查 这些对象 好 像这里 这根线要选择进去 这条线 以及呢 这一边啊 这根线可以不选 可以拣选掉 好 同时呢 这边的对象 在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细节啊 一根线都不能够拉下 不然的话 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同时啊 这边全部选择上啊 好 再一次去进行检查 好 选完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呢 按我们的这个空格键 按空格键 当然这只是一个单向的 就是说你拉伸这个方向 它只是会往右边走 左边它不会变 那怎么样子去实现双向呢 这里下面要是交代个技巧 我们选择上这个距离一 然后用康缺加一 在这里呢 把起点的位置改为终点 这样子就会实现双向呢 就是说你拉伸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 也会发生改变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规格怎么办 像要一米八的 要两米的 选择上距离一 同样的通过这个组合键 康缺加一 调出特性面板 好 在特性面板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呢 把这个距离的类型 改成列表的方式 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呢 这个素质去进行添加 现在有了一个一米五的 我可以给它一个一米八的 添加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两米的 添加进去 OK 现在啊 大家可以点击确定 就会发现 这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刻度线 看到没有 那这个刻度线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尺寸 这一根是一米五的 这一根是一米八的 这一根是两米的 没问题 我们可以呢 直接关闭快编辑器 我们保存 具体的看一下效果 选择上这个图形 看没有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 在这边呢 去对它进行个修改了 看没有 好 那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去讲到 第二个操作 就是有关于 我们的这个对齐 以及呢 我们这个翻转 这样子啊 它就能够呢 直接的去实现 我们这个对齐的操作 怎么做的呢 好 我们双击 进入到快编辑器当中 首先给它一个对齐 在参数当中 找到对齐 对齐 跟我们学cd当中的 一个al 对齐的指令 有些类似 它要我们直接指定 对齐的基准点 因为我们是这一条线 要去对齐强线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小米老师呢 我就直接指定第一点 把对象捕捉给开启啊 直接指定第一点 接下来直接指定第二个点 好 指定第二个点 好 我们所要去放置的这个假点的位置 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左端 对吧 当然影头就说 他老师能不能改变的位置 想把它放在终点 可以啊 通过这个激活的方式 可以直接移过来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效果啊 我们可以关闭 保存 关闭保存 那我选择上这个对象的时候 假设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条强线 我要让它靠起 那我激活这个对齐的点 它就能够呢 自动的干嘛 自动的吸附到这个图形上面去 看到没有 能够自动的这个吸附 所以说 这个就是对齐的动作 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这里呢 我就直接把它给撤销回来 稍等一下 我用抗局加Z的方式 撤销回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给它一个翻转 好 双击 进入到快编辑机当中 翻转 翻转 同样的在参数当中 我们给它一个翻转的 这个参数 直接点击翻转 然而呢 它用我们直接指定投影线 翻转 其实也就是我们CD当中的一个MI 镜像的方式 好 同样的 我直接指定第一点 直接指定第二个点 OK 注意 指定完之后标签 标签的位置可以随意放置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指定完这个参数的翻转之后 你会发现碳号 那在制作动态块的时候 凡数看到这个碳号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就是我们没有给它赋予动作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它一个动作 在这里呢 找到这个翻转的动作 它用我们选择参数 就选择上这个标签 那对象呢 对象选择整个所有的图形 选完之后按空格键 当然这个标签的位置啊 大家不要跟这个对齐的 这个按钮啊 重合 不然的话它只会是显示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位置啊 尽量呢 在这边错开 尽量错开 明白吧 嗯 那我们可以直接呢 选择上它通过这个夹点的方式 去进行个位移 对我们可以放远一点位置 但是不能够跟它重合啊 好 这边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关闭快编辑器 保存起来 这个时候 我选择上这个对象 它是不是就可以去进行个翻转 看没有 跟这个功能是不是一样的 好 那这里出来之后 那我要去改变 它的这个床头柜的显示和隐藏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 OK 同样的进入到快编辑器当中来 这个时候 我们在参数当中 我们给它一个可见性 这里一个可见性 那可见性的标签 我就放在另外一个枕头上 另外一个枕头上 我就放这里了 好 双击它 这里呢 我们新建几个标签出来 点击新建的按钮 就是 两个床头柜 我们直接打上中文 好 两个床头柜 这里呢 就是在 新状态中 可见性的选项 这里又默认的 不改变 点击确定 好 我们再新建一个 无床头柜 就是没有床头柜 接下来我们可以创建 单个床头柜 新建一个 单个 床头柜 这里面有个可见性状态0 这个可以直接将它删除掉 三个标签 是直接创建好了 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在右上角这里 可以看到 两个床头柜 无床头柜 单个床头柜 那接下来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 注意了 我们直接切换到 无床头柜的模式 那往这个左边走 它有个使不可见 这边有个使可见 这里有个可见性模式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直接用 使不可见的方式 然后呢 选择上这个 如果大家你们 这个床头柜 它不是个块 你在选的时候 要注意啊 不要把这些标签 选择进去了 在选的时候 特别注意 这个细节点 好 选完之后 我们直接按空隔键 看没有 好 那么同样的 这里面是无床头柜 是一个 还有一个 那么同样的 用一个使不可见的方式 使不可见的方式 我选择上它 点下去 是不是它就没有了 那如果是说 单个床头柜呢 单个床头柜 同样的切换 这个模式当中来 我们直接隐藏一个 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 可以看到两个 两个都有吧 对吧 无都没有 然而呢 单个 OK 那这里制作完之后 我们点击啊 关闭快编辑器 大家可以一起看到 这个床的一个动态块 它就已经制作好了 看没有 所以这个呢 就可以不断的去切换 它的这个宽度啊 也是可以直接的 不断去改变的 OK 所以床的动态块 对于我们初学者 这一种方法 大家一定要掌握好 在后期 小米老师呢 会跟大家去讲到 更多的 关于我们在出平面图 立面图的时候 我们动态块 在实际工作当中 它所需要掌握的方法 以及技巧 那关于本节课的内容 小米老师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小米老师